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中国人比较想这种气韵的 包括我画的话 人家一看 就放在韩国人一看 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感觉 这是中国人画的 就是你这种骨子里的DNA 就是你从小收到的熏陶 你追求的这种东西 它就是这样的 中国的绘画 但是韩国的绘画可能就是 以前我是觉得挺不太好 界定什么样是韩国话 就是包括韩国人 他们自己对这个也会一直在思考 什么是韩国话 包括我们去考一些论子的考试 经常也会有一些就是很开关 开关 开放性的 开放性考试 对 开放性的问题 他就会问你说 你对于韩国话的这种 一种本体性的认识 你是怎样去认识到 然后因为大部分还是 韩国人比较多 外国人很少 我们的专业很少 然后你这怎么就认识到 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包括你有怎么样的见解 他们自己也会不断地去探讨 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断去探讨 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也是比较模糊 越来越模糊 因为随着这种全球化的进程来说 它是一定是越来越模糊的 会越来越失去这种本我性的 受这种西方的影响会越来越多 而且包括像日本呢 你看他们的漫画产业非常流行 包括像日本的现在他们的一些当代艺术 有很多就是很漫画性的 一种卡通的这种形式 包括现在的主流的一些当代艺术 也是很漫画的 就一定是要有一些K令头 要有一些就是以一个小人放在那 无论是个小狗还是个人 一定是有一个这种东西 这个就是当现在就是这种潮牌 潮流 这完全就是我觉得就是受日本的一些 这种漫画产业的影响 这样过来的 现在韩国有很多你看 也有很多一些艺术作品 就是一些一定是要有些K令头在里面 但是就是我是怎么说 我不是特别 不是我的路线吧 就我不是不太喜欢那种随波逐流 其实我知道如果你放一个K令头在你的画里面 这个东西的受众群体一定会变得很大 就会比较好卖 一定会市场会大一点 但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就是 我想表达的这个艺术性可能就会减少 就是我追求的 我不想追求那种随波逐流的这种 商业性的艺术发展 你追求的是天人合一 对可能我追求的这个艺术类的 可能是通过我自己的思考 是当下我自己追求的这个东西 可能我希望这个东西可能是10年20年 以后看起来它是有艺术性的 我不是说有那种商业性的 当然我是想让我的东西是在艺术性的基础上建立商业性 听到其实刚才听您讲到 您刚才说上那个课的时候 您的创作的主题的这个是一时候 到你后来真正去画山了 其实这个成长的过程还是能让我们的听众感受出来的 那最后选择了山而没选择人 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就是不想融入Kirito的原因吗 不想融入这个人物 不是 就是我的画里面 其实会有很多元素在里面 就是我19年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这种 就假如一座山会有这种很小的一个点 会画一种修行的人在这里 这个人可能是走的状态 可能是坐着打坐的状态 会有很多这种小的笑容 然后可能我的画里面还会有很多太阳跟月亮 在里面可能在一座山里面 可能会有一个太阳 还会有一个月亮 然后每一座山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这种 小标志在里面 可能我想表达的就是这种大浅世界 三浅大浅世界 就无限的空间 像那种平行宇宙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无限的空间 那像这种植物啊 或者动物也会在你的这个绘画当中有 但是植物跟动物的话 我就会比较少 可能会有这种修行者 它可能是我觉得就像 每个人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我希望就是你进到这种无限宇宙空间以后 你可能会想到你自己是当中的一个修行者 就把这个重新给我们的观看者 让自己去体会是吗 对 好的作品一定是想宗炳提出的 是可以游可以看可以想 就是可以你要进到这个画里面去 给你一些思考 那比如说那所谓的绘画鉴赏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绘画基础的 那你觉得这个如何才能提高大众对绘画的认知呢 或者说让我们今天观众 那我没有基础 但是我听完咱们节目之后 我也可以去很浅薄层面上去欣赏画 这个有没有什么小的敲门呢 因为我当时在高中教的就属于那种绘画鉴赏课 鉴赏课其实绘画鉴赏 其实要求就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挺高的 因为你要了解这个画家 要了解这个创作的这个背景年代 还有这个社会背景 它一切的这些东西 你才可以直升的去理解一幅作品 它要表达的是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很专业性了 但我觉得真正的一幅好的作品 就是可以给你 有一种作品吧 是给你一种美的享受 还有一种作品就是给你一些社会的一些思考 其实它可能是不美的 它可能是丑的 可能是一些学性的 但是它会给你一些思考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 因为在这种比较越来越消费 越来越麻木的一种社会上 包括一种元宇宙 越来越虚拟的一种时代里面 能给你带来思考的东西 我觉得它都是存在比较有意义的 那在未来 其实您刚刚有提到了 我是马上就要毕业了 再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毕业研究的课题跟方向呢 我研究的课题是 通过流动的山水画 流动的 因为我是用的那种踏化激励 水踏化的那种激励 它就是这种流动感 然后我选择这种技法 它是我的创作的一种像打草稿的一种过程 因为我选择它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原始水 因为这个画是什么呀 它是在水里面 在水上面滴颜料 滴颜料然后在这种产生的这种颜料上 然后再在水上面去画 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偶然性的问题吗 然后在水上面 再把纸放在上面 然后再拿出来以后 它就会有一种偶然性产生的一种激励感 激励感了以后 然后再我在自己去主观的去构图 在创作 但这个可能有我的一个点就是水 我觉得水是生命的源泉 包括我觉得人是由水诞生的 像咱们从一个小蝌蚪开始 它就是一个小水底开始 在母亲的肚子里面 就是从水开始的 包括人的身体里面 可能是七二十个是水一样 所以说我的画也是从水里开始的 那这个水是特殊的水吗 是就是水 就是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水 那您做画的时候就是说 我放冰空间水 这不是 可能我画可能比较大 就是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 去放水 然后会在上面撒一些颜料 然后到时候去弄它 那这样的话做一幅画是需要很长时间是吗 对的 我的画相对来说会比较久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画画时间的 就是这种专一的属于这种冥想状态 属于一种自我修行的状态 所以我画的话会少的时间会久一些 那正常的像您这样水泼在上面 然后灼了一些色彩 那是不是在接着在第二次绘画的时候 会要等这些水晾干之后再灼色 对的 然后等它干了以后 然后再构涂 构涂了以后 然后再去画 但是我不会说就是我画画 我不会说就是想一定按预定的去画 我知道 可能是就是我一开始一个大概的想法 但是每次画完的结果都会让我惊喜 都会是跟我预想的会有一些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还是 这个有点像陶瓷 在这个出炉之前的这种像青花 它自动要有一些裂痕的这种的 但是我个人就感受到这种绘画的创作风格 会不会是稀释 也跟油画的创作风格非常像 因为油画也是先做底之后 会在上面一直着 一直着那个油菜 这个就不一样 主要可能是跟我的 就是这种创作思维不一样 第一是我觉得这个水对我的概念 对 因为它有 然后第二是它这种偶然性对我的概念 偶然性就会给你一些不同的思考 因为它就注定了 这个东西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 那您的课题研究方向未来的是 想要论述到哪个方向 对我就说到的论题 就是通过流动的山水画 对空境的标签研究 然后我想我是想通过这种流动性的 因为它是通过这个 它是感觉我的画一般是比较有那种流动感 我是比较喜欢用那种线条 线条是这种曲线的线条 去造成一种流动感 然后我想表达的就是变化的世界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执着 都是来自于你以为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因为只有你意识到所有东西都是在变的 你就不会执着于眼前所看到的 你就会理解 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在变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会不会不同的角度 看您的画会有一种流动感 是有这种概念吗 不会的 不是 可能你会有这种 这个画面不是说一种固定的 它是流动中的画面 对就会有这种流动的画面 可能我用的线条 包括用一些激励感 可能会留一部分在上面 这样 然后我想表达这种空境 就是空的境界 空的境界也就是变化的境界 是一种无限的境界 然后再把这种哲学思想寄托在山里 对 通过山水去表达这种变化 是未来也会把山变成山脉吗 嗯 这可以 就是我就是画的应该就是什么 因为我这个东西就是说人它是会变的 对对对 以后可能也会去尝试一些别的创作 可能古贵书一直说去画山 嗯 就我最近可能对人也比较感兴趣 终于对人感兴趣了 对 沈仙姐姐也看到人了 对对对人也觉得 我觉得人身上有很多 包括你就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能意识到人身体一些本能的一些这种反应 嗯 这种人身体的这种欲望 带给你思想的这种变化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挺好的 我们是一直研究人 不研究山水 是人主题 然后其它是配合人的电影吗 对因为你看我最近就看一些就像哲学 嗯 就是西方哲学 OK 西方哲学跟东方哲学就我理解的不一样点 就是因为 嗯 西方的哲学 它会让你看到这种社会 包括这种人的本质 是什么 它会把这个人给你分析解剖 嗯 你的思想受什么样的影响 包括这社会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但是东方哲学的这个思想是在 灵魂之上 嗯 你追求的这种 我的这种状态 是这样的 天人合一的这种状态 嗯 但所以我就觉得 在你理解了这个西方哲学 把这个人剖析的差不多了以后 对 可能如果你有精神的追求 嗯 再去追求一些东方哲学的思想 我觉得可能会更通通 嗯 嗯 我个人理解啊 觉得西方 就是东方哲学的 这是追求的这种 是把人修成神 西方的是把神修成人 对对对 就一个一个入室 一个是 啊 怨泥 对对对 但他俩其实也可以很好的接 嗯 也会很好 在你看破了这个时间以后 对 嗯 然后你还想做什么 然后就去做 我觉得我们来韩国的优势 可能就是我觉得韩国是一个东西班文化 包括 嗯 长时间的多文化融入的一个半岛了 嗯 嗯 就像已经追求的多变演 其实我是觉得他这里的变化其实蛮大的 包括电影 嗯 早期的韩国电影的话是蛮传统的 就是还跟中国早期的电影 还是有相似度 包括日本的相似度 那近期的现在你看他的电影国家画出 现在的韩国电影几乎就是跟美国电影有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他精神价值观已经是完全美国化的 其实是个价值吧 对 但是美美剧好像还是更好看比较 嗯 英剧你有看 嗯 英剧美剧我都看 嗯 我个人可能还比较东方一点 嗯 我觉得可能西方世界的东西 有很多就是 我觉得我没有理解的啊 并不是其他人不可能 你可以说一说探讨一下你没有理解的地方 嗯 怎么说呢 就是我几个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基督教当中提到的就是他的就是 唯一神论嘛 他讲的就是他的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个神 那我就是但是在东方的人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能认同这个观念 因为特别是中国我们接触了很多神 有有佛教的对吧 也有道教的 嗯 其实中国的在多元的文化当中 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有神的存在 但神并不是唯一的 而且我们是修心的嘛 刚才你讲的 我觉得中国人的典型的特征是 这种以修身养性为主 即使是信仰也离不开修身养性 那西方的我觉得他不是修身养性的这么一个概念 更多的就是 嗯 去禁锢 我是觉得他是一直在禁锢 我就在一些条条框框里面 禁锢你的精神世界 只是说他他他他会在 嗯 创作过程当中 可能对艺术家来讲的话 他不能让你去突破这种禁锢 突破这种禁锢 他是这种的 嗯 我理解到的就是 所以我不能完全理解 我觉得我不能完全理解的就是西方哲学的就是这个部分 嗯 对 他的 其他的文化包括对 包括他的文化是否是海南百川 嗯 就是西方的这个哲学 他包括越来越偏20世纪的以后 嗯 其实他已经突破了这个有神论 嗯 已经慢慢的就已经说 包括你才说上帝死了一样 嗯 其实有很多包括后来存在主义的一些哲学家 嗯 他们已经就是无神论者 嗯 全是无神论的 嗯 他们可能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些 人 怎么看人的这个东西 人这个存在 嗯 人是一个 会剖析人的欲望 嗯 包括 精神的欲望 嗯 包括身体的欲望 嗯 会把这个剖析的很有意思 嗯 对 嗯 反正我最近会会看一些 嗯 包括一些 嗯 之前就有一个小说 叫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情》 嗯 嗯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哦 前段时间 这个小说之前有看过 但可能思考没有那么多吧 嗯 嗯 最近有偶尔 也无意见就是 有 有 无意见看到 嗯 又去重新看了 然后又看了那个电影 嗯 《不拉格出生天》 嗯 《不拉格执电》 《不拉格执电》 嗯 嗯 他就叫 《不拉格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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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把这个翻牌的这个小说 嗯 就是他就是对这种 思考呀 人跟社会 嗯 包括人跟动物 嗯 包括是 嗯 包括是这种 性欲 跟肉欲 嗯 他就他都会有一些很很很 包括这种身体 跟灵魂 嗯 就他都会 他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偏哲学类的一个作家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西方会把这些东西 就是人本来存在的这个东西 嗯 假如说就是人他都会有欲望 嗯 但是可能东方他可不可以藏着一叶 他不会把这些东西 嗯 表现出来 嗯 包括说人会有各种欲望 嗯 他不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台面上去跟你说出来 嗯 大家都很小心翼翼的 嗯 在精神世界自己去想 嗯 但是西方他会把这种东西放在上面 他会告诉你 嗯 让你去很正面的去面对你自己的这些想法 但这些想法他不是错的 嗯 是你本来就是应该有的 嗯 我觉得就这点我觉得还是 嗯 对越成长了以后吧 嗯 去直面自己 他不会去回避一些东西 还是有帮助 嗯 你可以多看一些法国电影吗 哦对我比较喜欢 是吗 嗯 法国的 就对我 像那个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 比较好的小说翻的那种电影 嗯 这样像那个像那个 那个两家夫演的那个情人 情人啊 他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属于像诺贝尔奖的一个一个小说 嗯 像就他的那个那个小说界的那种那个奖的那个吧 你觉得那电影怎么样了 这么简单评价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 嗯 只是挺好吗 我觉得就是就这种就就就你看你怎么去看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会看的不一样 嗯 就是他会让你看到这种 嗯 人的这种就是这种被被束缚 嗯 但是又想努力去突破 嗯 然后而且有的人呢就还有人这种表达 嗯 就包括他那个电影里就那个小女孩 嗯 其实他是爱这个中国男人 嗯 但是呢他又不承认他去爱他 嗯 但是其实都可能是等当他真的是离开的时候 嗯 他可能意识他真的是去爱他 或者是可能是真就是几十年了以后 这个中国男人再次给他打电话一样 嗯 当然这个女孩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作家 这个这个也是通过这个作家的真实经历改变了 嗯 然后可能说我这么多年你是我唯一爱的人 嗯 但是这个爱的人你就会想 如果他俩真的在一起了以后 嗯 可能就不一定说真的那么去爱他 对啊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可以可以就是比较 嗯 去思考啊 思考啊 还是很有意思 而且当时你想他们两个是不是通过性在一起 但是这里又有多少爱呢 嗯 所以这个就是人比人人的这种变化 嗯 我觉得我我我个人我比较喜欢我这个提望他 嗯 这就是电影电影当中有个经常讨论到相关 就是说是先性还是先爱的个体吧 对对对 嗯 这个这个就因人而异 对 因人而异 嗯 看这个看这个导演怎么去想 哈哈哈 这不是导演怎么去想啊 导演是制造话题的 看这个 编剧 嗯 看观众们怎么去想 对 所以其实电影的绘画其实我觉得分不开的原因也是这样啊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他还是要通过一个画面就是他要把文字世界化也是要做成其实跟作画一个道理就是这段话我要怎么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才能给大家最好的世界冲击感而且还能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放进去的就是导演连加的工作嗯 嗯 我觉得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一个领域上可以一直做下去都会有一些成就嗯我在这个领域做了很久了嗯好在呃最后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有关您未来的就是规划嘛毕竟在韩国正 嗯这么长时间了嘛也算嗯小有成就而且还是名门大学出来的而且您本人现在也是一个画家那您自己在对未来的规划是有什么规划吗还是呃继续生活在韩国呢还是会去未来也会回到中国去做更多的这种发展的活动嗯我应该会中国韩国两边发展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其实中国那边邀请的地方也还是蛮多的挺多的对然后但是在我现在起过 还是在这边起的步嗯所以说应该是中国韩国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应该可能就是全世界都会不错对都会发展一下就不会局限于某个地方某一个地方嗯好的非常感谢啊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哈那在节目即将尾声的部分啊我们有一个特别小的环节就是说有一个相应KTV的这么一个环节啊就是在我过往生活在韩国这么久了 那啊如果说表现我的一种心境选择一首您啊熟悉的歌曲会选择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个歌声慢慢啊的结束掉我们这个节目 好我比较我比较我最近比较喜欢就是邓紫棋的那首孤独孤独是吗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歌词就是很很戳呀很戳心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真心会有这种感觉就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就挺是我的心境的是吗 我觉得那个歌词写得特别好 嗯嗯好那我们放这首歌的音乐吧 这首歌会唱着呢 不能不能唱放原声放一点原声好吗 放原声跟着一起读读歌词 你之前有听过这首歌吗我没有你看这首歌词这个歌词写的我试着欣赏一下跟您找一下共鸣 每一首歌词写的我词写的我们都没有听过去的 可以晃一下节奏 你不是很喜欢rap的这种 为什么会想的一首rap这么多 喜欢 其实我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净吧 对对对 但其实我以前我跳过pump 跳过肥胖 那最近还有pump 这次是一首卷的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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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包容了这每天世界 告诉你 这东西叫自己 什么叫我成功都却不知道意义 我已经别的人可承受 连某种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我 原来孤独 却感觉自己学到垃圾下面哭书 当他感觉出声可怜自己无助 无处哭诉 虽然很坚强但是我也偶尔无助 因为当我记得上你所努力的就好 那每天世界我只感觉自己收下 Mister, I'm your lonely Hey, I'm your homies 让门不掉落手的容易 让我的后面只有你 将写的狂 将写的寂寞 习近年远过了过 欺骗我真相的远过 我刚才发现了 我已经说了 你届于小学 你们是那种女孩 在进去 与你届于小学 我不在说 我来远不在这 我来远不在这 我呢 你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有对门吗 你又来说 不说 我们来说 我全常问的 我也是一个艺术传统员 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我觉得现在人生挺好的 我也相信自然 我个人比较 刚才你提到的庄子的科学 就只要你觉得你自己现在 过的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 对啊 我很享受过程 就有很多人现在他过着过着 他都会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这样的人太多了 对啊 因为他放不下欲望了 修心嘛 你心修到了就可以了 对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过程 辛苦了 辛苦了哈 那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哈 同样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 最后有请我们嘉宾 跟我们新年演这个口号 我就会结束这个节目 好 同样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嘉宾 请念一下我们的口号哈 在韩十年 在十年 或许爱情 或许事业 或许梦想 或许我们 还是我们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是每个周日都会跟大家分享一样 不一样的生活 当然是在韩国的创业者也好啊 企业家也好啊 包括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在韩国的博士们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经验哈 那有希望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留言 或者连线我们哈 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周日的韩国时间五点钟到七点二十分 那中国时间是四点钟到六点二十分的时间哈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嘉宾有点道别 拜拜